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厚宜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南横三星商圈的重生案例 甲仙、纳玛夏、宝来 是台湾南横公路上的三颗星星 甲仙无画路是南横公路的起点 穷聚在纳玛夏原住民及宝来温泉的景点的门户爱口 是沿线观光人潮的必经之地 蕴藏无限的旅游商机 山区组合成国内第一个横跨三个乡镇跨区整合成功的油气型的商圈 也是高雄纪念第一个推动多元体验形成的商圈组织 但近年来气候异常,天气轨绝都变 经常发生大规模的灾害 例如日本311大地震 台湾南头921地震及重创南台湾的莫拉克风灾 这些复合式的灾难给灾区带来很大的伤害 灾后重建更是一条漫长又辛苦的路 金马奖导演杨丽洲拍摄的《拔一条河》的纪录片中 记录莫拉克风灾之后 高雄贾仙国小拔河队的孩童的生活点滴 以及新著名妈妈的努力 和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导演 郭真帝指导的《山珠温泉》 以宝莱温泉为背景 串起两代之间的家庭难题 以打死不退的山珠精神 来面对沉痛的灾难的巨变 电影的拍摄或许可以带来观光人潮 但这是可遇不可求 而热潮是有时效性的 商圈组织可以做的就是借力实力 如何延续话题创造故事来使人感动 我们从顾问的角度来看 在这样的环境下 我们规划了南横三星三区 在商圈规划及辅导部分 我们该如何的来进行 我们建议有五个方向来切入 一 资源盘点 借由两天一夜的课程带领 商圈的店家与协会组织全员参与 针对饮食 住宿 娱乐 旅游 购物的五大主题来盘点 站在顾客的角度来思考 我们产生了芋头冰 芋饼DIY的行程规划 梅子餐 玉笋餐的风味餐出现 二 产业整合 南横三星三区资源丰富 四季有不同的风貌 可以推广四季不同的主题旅游 例如春天纳玛夏的萤火虫祭 摄尔祭 卡纳卡夫族的河祭 夏天贾仙的笋玉节 宝来玩水去 秋天小林平补业祭 冬天宝来温泉祭 纳玛夏的圣诞party 三 热火国民粒 四季皆有农产的水果 所有的食材若采当地当季 都是最新鲜的组合 若是将蔬果的颜色 配合五形五色 集结器产期 就可以变化出许多不同的组合 就很符合当今的慢食 慢活慢游的热火趋势 第四 全员动起来 南横山西GSP的联盟当中 贾仙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贾仙因为纪录片白一条河的上映 开始被游客重新发现 虽然这一切都是刚起步 但有人潮就有更多的商机 再加上知名企业 薰荫草森林 旗下的匹牌好好 在贾仙开始开店 并与在地的文化紧密结合 将美好的生活态度 带回了这片土地 做到了人静悟出 让旅客进来 产业走出去 建立起一个共生的全新平台 对于商圈的店家而言 由于知名的店家进驻 产品包装 服务流程 店面装潢 商品摆设 都是商圈学习的好榜样 五 特色伴手里的开发 以假仙的御苏条 饱来盛产的金黄芒果干 及纳玛虾的梅子 搭配为竹子造型的包装 组合成黄金梅玉竹礼盒 与同音的梅玉竹 作为礼盒的行销概念 深受商圈的喜爱 市场接受度很高 既由伴手里的开发 可以让顾客到此一游 更能买回特色产品回去 将旅途的乐趣 以回忆再次的延伸 从2009年的风灾至今 经过了多年的努力 商圈动了起来 社区组织也成立 相继的资源或资源 也都陆续的投入 借由知名企业的进驻 小旅行也开始展开 小孩与新著名妈妈 就像一个种子 开始在各地开花结果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这些种子就会落地生根 长成大树 让南横三星一片生机盎然 这就是重生的力量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若对于商圈的发展主题 有兴趣的话 欢迎上MKC浏览 我是后宜 我们下次见